有一個有點過分的 他說他要輪X我欸 我不知道喔 對啊 罵人很難 你要把那個節奏跟層次分出來 你不能123分4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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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要123分4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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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你要就是其實這個還蠻累的 如果觀眾討厭這個角色 我覺得完全是好現象 就代表我們的觀眾 是有能夠分辨是非對抗的能力 是有正義感的 相關是正確的 因為罵人一定要順 那有時候順太快了 可能台詞又會聽不太清楚 所以我覺得其實罵人很難 你要把那個節奏跟層次分出來 你不能123分4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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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你要就是其實這個還蠻累的 我覺得有一個有點過分 他說他要輪X我欸 這有點多了 大概就是兩片子 我看到我也是覺得蠻新鮮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收到 這一種 可能之前只有罵我很醜啊 然後什麼很討厭 然後第一次想要對我做這種事情 我覺得 好特別啊 可是是蠻過分的吧 對是是 我工作忙完 然後會找一個好時機 告訴大家好消息的那種 那那個好消息是結婚的 對啦就是如果之後 真的走到結婚的時候 我才會想要跟大家公布 因為我覺得不想要為了一點點姿勢 然後就就是 驚動大家什麼 真的 因為站在很久 然後 差不多 然後我覺得 是可以 討論到內部的 可以嫁了 你認定她就是一個結婚的 對 如果 一直都這樣子發展她的話 應該沒有意外了吧 是 有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